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 明天天氣如何 我們來請教氣象主播 老外 老外請說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原是氣象在您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星期四了 今天白天的天氣大致上 看來都是太陽高掛的形態 但是中午過後 北中南的部分地方 是陸續下起了午後雷雨的現象 理由也是因為對流發長旺盛的關係 但時間來到了晚間的現在 於是是趨緩了下來 當然溫度也跟著舒適一些 不過說到今天白天的最高溫 這個溫度還是滿熱的 所以氣象局也沒有大意 是針對了花東的重古地區 臺北市跟新北市發布了高溫資訊 而今年最高溫就出現在 人口數比較多的臺北的中正區 是來到了36.8度 而剛剛所提到的花蓮 最高溫也有來到了36.3度 地方是在阿美族人最多的光復鄉一帶 而明天就是這一週 最後一天的上班日 然後又緊接著是週末 天氣會是很穩定的狀況嗎 等等我們就從溫馨圖一起來看看 未來的天氣變化 從這張圖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南部地區這裡 有一股明顯的對流雲包的產生 所以今天南部地區就有 這種午後雷雨的現象的狀況 是比起其他地方顯著許多 而明天也因為在這個東部的外海 有一大股的這個低壓雲氣存在 南部地方這裡南方也有 所以像是在東半部地區 還有恆春半島 預估會有短暫陣雨的發生 當然午後還是會有雷陣雨的情形 而其他地方大部分都是 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至於溫度上的呈現 我們再從下一張的地面 天氣圖來看看 從這張圖可以清楚看到 剛剛所提到的低壓帶 明天的位置會是在這裡 而在東側的部分 則是太平洋高壓的位置 而雖然在我們這一個附近 是有一股低壓帶 但是因為受到風向的關係 溫度跟今天相比變化是 不會太大的 感覺上還會是比較悶熱 所以大家在戶外活動的話 就適時地補充水分 避免中暑 注意部落裡頭 跟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氣象 來到屏東的獅子牡丹 跟滿洲最低溫降到二十二度高溫 是維持在三十二度 有短暫陣雨的現象 泰伍來一跟春日高溫 同樣也有來到三十三度 這樣已經會最高 是來到了九成 三立門 霧台跟馬甲 高溫維持在三十三度 降以機會最高 是接近到百分之百 而高雄的原鄉地區 最低溫降到十二度 地點是在桃園 而高溫是來到了三十二度 加義大里山 溫度是落在十一到三十度之間 南土的原鄉地區 最低溫降到十二度 地點是在仁愛 而高溫是來到了三十一度 同樣注意 短暫陣雨跟雷雨的現象 台中的和平溫度 是落在十七到三十度之間 降以機會最高是來到九成 苗栗的原鄉 最低溫十九度 高溫是來到了三十一度 降以機會最高是接近到八成 新竹的原鄉 最低溫降到十五度地點時的 尖十二高溫是來到了三十二度 北部地區烏來跟復興 最低溫十九度 高溫是維持在三十三度 同樣注意短暫陣雨 跟午後雷雨的現象 宜蘭的大通跟南澳 最低溫十九度 高溫是來到了三十三度 花蓮的部分 新城花蓮市跟吉安 高溫是來到了三十三度 降以機會最高是只有兩成 秀林跟萬榮 高溫是來到了三十四度 收封跟封冰 最低溫二十三度 高溫是來到了三十四度 鳳林瓜夫跟瑞穗 最低溫二十三度 高溫是來到了三十四度 酌西域里跟副里 最低溫降到十一度 而高溫是衝到了三十四度 台東海岸線的部分 最低溫二十四度 高溫是來到了三十四度 縱古地區最低溫是四度 地點是在海端 而高溫是來到了三十二度 陸野台東市跟北南 最低溫二十二度 高溫是來到了三十三度 南回地區最低溫降到二十度 而高溫是來到了三十三度 降溫會最高是有來到接近七成 雅美大夫做人的蘭嶼 溫度速度在二十五到三十一度之間 外島的連漿金門跟澎湖 最低溫二十七度 高溫是來到了三十五度 外出看天氣讓您出門不露氣 明天白天各地都還是夜陽高照的天氣形態 但是中午過後就容易會有這種 午後雷雨的現象發生 大家出門就記得攜帶雨聚 另外這個周末在台東地區連續兩天的時間 也會有大型的音樂活動 如果您是午後就到現場的朋友們 就留意一下中午過後的瞬間性大雨 而雨下完了就不會有新的發展 溫度也會舒適一些 這些提醒就請大家在享受音樂的同時 也不要忘記了 這就是今天晚上到週末之前的七下預報 祝福大家一切 順心平安